我其實怎會認識鮮魚巷小學呢 就是有一次上網看到這間學校 有梁校長的一些文章我看到 我就在想你以為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就打電話給梁校長 我說我很喜歡吃東西的 不如這樣吧 我請你的學生吃東西吧 他說怎樣請法好呢 梁校長說不如這樣吧 每年級最厲害的十個 我們一起吃拆一餐厲害的 我說好啊好啊好啊 我很記得 我當時還在亞洲電視的時候 走出街 我很記得有一個人指著我 這個茂里就是亞視的 我就想為何 在無線出來的就是明星 我就變成了一個茂里 我也是六點鐘起床上班的 我也是熬到半夜兩點的 我很記得 我記得和鮮魚巷這麼有這個感覺 就是我和你們一樣 不是一間很大的機構去工作 就等於你們不是一間很知名 要排著隊幾百人去搶一個學位 在學校一樣 我們那時候沒有一些很好的資源 沒有一些很好的儀器 或者很好的一些攝影器材 很多時候會被人看少 但我想告訴大家 只要好像我這樣 只要努力 我就可以游過隔壁的魚塘 所以大家同學不要氣餒 只要你用心讀書 一定會有人會賞識你的 MING PAO CANSoft